上次看完K的兩條修納片之後 發現我真的很需要學習如何修納 整理一下家 但可惜 課程只可以在台灣、內地和日本才可以上到 但原來不是的 香港都可以有日本修納課程學 還有可以做日本修納師 老師你好 多多指教 你好VIO同學 歡迎你來到我們的課堂 我怕你一個人上課比較悶 所以叫了兩個朋友過來陪你 快點過來 好 我們開始上課了 YA 因為香港居住環境問題 近年大家對家居收納的需求越來越大 更有不少人因而對學習家居收納感到興趣 繼而投身收納行業 究竟要怎樣成為認可的修納師呢 其實坊間都有不少關於收納的課程 就以日本修納檢定協會認可的修納師為例 必定要完成初中課程打好基礎後 再修讀修納師課程 至於高級課程 分為修辱指導士 和實踐修納師兩個課程 而AK就是香港首位 將課程內容 由日本本部直接引進香港的修納導師 用廣東話售課就容易明白啦 今次我先體驗一下 初級課程究竟是學些甚麼 一日制的初級課程分為上午和下午班 上午班先學習修納的理念 再認識一下一般人 為何不懂修納的原因 和基本的修納法則等等 我們都希望透過修納 可以培養一班延續修辱事業的專業人士 亦即是像AK那樣 既是修納師 亦是一個課程的講師 上午上完理論課之後 下午就開始學習 學習一些接衣的技巧 和一些修納工具的運用 之後AK就會出一些處境題目 給學員分組討論 那小朋友會放在哪裏? 在哪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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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在哪裏? 課程中AK會加插一些關於修納的小遊戲 令到上課都會變得有趣一點 亦會令到學員更加容易吸收 兼能夠將修納的知識 運用在實際的環境之中 為了鼓勵我們勝出的FILO同學 所以也有一個小獎品來獎勵給他 謝謝你 我現在先接牌做修納師 咦? 得了出來隨便吧 哎呀 哎呀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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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時已經由不少人完成了初級課程 AK還透露將會在5月或6月舉辦中級課程 稍後更會舉辦高級和修納師課程 令到友致學習修納或者成為修納師的人 可以在香港完成整個修納課程 繼而成為日本修納檢定協會認可的修納師 五年前來說 大家對修納師的認知都是比較陌生 和鮮為人知的 但隨著這一、兩年 一些活躍的修納師就已經越來越多 以及一些媒體的報導 以及大家都開始對整理修納 這些斷捨尼等等的一些話題 關注到越來越高 所以大家都開始認識到修納這個行業 斷捨尼就成為了我們近年來的一些潮語 但不少人都將斷捨尼和整理修納運為了一談 其實空間規劃才是當中的重點 你又會問如果我完全不做斷捨尼 也就是所謂一些清理的動作 那我是不是就沒辦法完成這個修納呢 其實不是的 更加重要是我們應該要掌握一些正確的修納順序 以及一些空間規劃上的一些法則 我們的學員其實都會來自於不同的行業和界別 大部分都是對修納比較感興趣的一些修納愛好者 也有一些購物狂完全不懂得做整理修納的一些求助者 以及希望將修納這些理論運用在自己工作上 甚至乎有一些是想納資投身我們這個行業的人員等等都有的 最後阿K表示想成為修納師必須具備以下條件 撇除技能和經驗 要懂得換位思考 設身處理為客人著想 畢竟修納都是以人為本的專業 會遇到不同的個案和要求 要不斷學習新的知識和修納技巧 才可以提供更貼心的服務 千萬不要抱著人魂逆魂而麻木入行的心態 修納師並不是大家想像的絕世好工 因為工作時間長之餘 有時等的時間比接到K的時間還要長 要抱有使命感和認清目標才可以堅持下去 如果大家對修納有興趣或者想成為修納師的話 不妨去跟K上課吧 有時空不妨去和我 看到這次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